在英特尔公布了ARC锐线独立显卡的移动版之后 相信不少玩家已经在期待桌面级的游戏独显了 而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 英特尔的官方人员也是于近日放出了显卡的原型 以及供电接口规格 同时关于其的大致性能表现也有了部分曝光 至于更加详细的信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英特尔早先举办的ARC锐线独立显卡发布会 可会受万种瞩目 大大的吸引了全世界玩家和友商的目光 但比较遗憾的是 首发只公布了定位笔记本的移动端 至于桌面级显卡 只有外观在结尾彩蛋一闪而过 而其的详细规格 性能表现和功耗大小 则没有半点消息 不过近日根据3D Center的消息显示 在英特尔关于ARC锐线显卡驱动程序的演示中 短暂的出现了游戏独显A780的声音 具体来看 在规格方面 A780定位于旗舰级独显 隶属于ARC7系列 采用台阶的6nm制程工艺 基于顶级的ACM G10核心打造 拥有32个XE内核 共计512个EU直行单元和4096个流处理器 至于在显存配置方面 A780将配备未贯为256bit的16GBGDDR6显存 最高位屏为2250MHz 最大带宽为560GB每秒 显存速度为17.5Gbps 相比之下 隔壁AMD的RX6700XT的显存速度为16Gbps NVIDIA的RTX3070Ti则为19Bps 但同时A780的TDP功耗仅为175W 这么一看 能效表现还真不赖 然而根据英特尔官方所展示的显卡原型来看 其将会采用三层八并式的电源供电 同时每个供电接口可以提供150W的功率 实在是难以想象 只有175W的TDP功耗就能用上这种接口 不知道是因为统一的模具设定 还是在预告未来英特尔将会有更高性能的显卡推出 至于性能方面 A780的FP32运算性能最高为18.4T伏点 相比12.8T伏点的RX6700XT领先了约43% 但相比223T伏点的RTX3070Ti则拥有着25%的差距 然而其的FP16运算性能最高却达到了147T伏点 相比26T伏点的RX6700XT有着近565%的巨幅领先 并且A780在纪项上也打败了RTX3070Ti 相比92T伏点的RTX3070Ti有着近60%幅度的领先 但也别高兴太早 A780的实际性能表现预估仍会介于两者之间 至于价格方面 根据英特尔目前的定价策略来看 要想第一代产品有较好的人气和口碑 那么只有在RX6700XT和RTX3070Ti之间的A780 其的售价就会比二者还低 预估会在3299元附近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A780将会极具性价比 最后择日发售日期 跟对AgosLab的消息显示 ARC瑞线显卡最早将会在5月10日举行的Vision202上公布 但由于英特尔还在调试显卡的驱动程序 以及XESS超级采样技术 所以也有可能会推迟到6月 与此同时 英特尔官方也宣布将ARC笔记本推迟到今年Q2季度末发售 所以就请大家继续保持期待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